大家好,我是摩西 我的案子是預防登山迷途手機輔助登山這回事 我跟一般大家照顧各位比較不一樣 我不是資訊人,我是一位消防人員,是基層 那我之前在山區的分隊服務大概五年 大概每年都會執行20到30趟的山難搜救 那其中大部分都是所謂的迷路型事件 我覺得非常的耗費社會資源 所以想要做一些改變 我跟我的夥伴發現去驗證過了 智慧型手機再加上四張APP以及一個正確的操作 的確是一個登山安全的確保 但是現有的GPS的程式它的門檻還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希望去開發一個新的 一個比較基礎的程式給全民使用 為了預防這個迷路型山難呢 它需要有GPS定位 因應山上是沒有網路等於說是無緣的狀況 所以我們需要OSM的一個項量無極限圖資的資源 以及提供一些相關的教學給民眾 來降低學習門檻 希望結合官方的力量來達到一個 科技輔助成長的一個教育啊 這個程式呢 我們希望使用者在使用上呢 能夠利用圖資去直覺的判斷自己的位置 主動的預防迷路 那被動方面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需要求救急難救助的時候呢 可以明確的使用座標來通報救難範圍 去增加我們的所謂的救援的效率 透過一些簡單的說明來學習一些操作使用 這是我們的架構 那我們APP設計方面呢 從這邊會有警語的部分 提醒使用者 所謂的使用介面 使用介面很簡單很單純 就是上方是一個定位資訊 右上角是緊急通報鈕 下方是一個選單 以及中間就是一個很簡潔的等高線圖的一個圖子 以及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還有記錄軌跡的功能 以及緊急通報的功能 就教導民眾怎麼去做緊急通報的動作 還有簡單的說明 那合作方面呢 目前蕭蕭蕭其實大概會有 新北市這邊的三域的行政區來做一個推廣 如果未來分析開發成功 然後就無以推廣已經有恰臺好 那推廣跟社群還有UUX的設計 都是以上的社團 然後感謝一下OSN對於世界的貢獻 這是我登初步的一個告示版本 那後來可能在山區的登山口 就會有類似的告示牌 在那邊設立做指引 這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 目前IOS的限量圖資技術動畫 還是不太完備 然後希望IOS跟Android 有一樣的Random Engine可以使用 我們就徵求對登山跟地圖有惡型的夥伴 以及對開放階圖有興趣的IOS設計師 展望是希望了這個層次 之外能成為國人認識安全的一個技術APP 以及一些相關的使用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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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來 請